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有哪些主要内容 不满加州政府 北加居民想并入爱达河州 拜登大基建拨款建造南加州到堵城高铁 西点军校最大舞弊案 开除8人 51人留级 美国前情报总监表示 中共为何是美国头号威胁 首先我们来关注 加州选民政治分歧已经很久了 除了南北加州想分家之外 最近 北加州的保守派民众 也因为不满加州的政治气候加入草根行动 希望并入爱达河州 来看报道 据探照灯记录报报道 一项呼吁将扩大爱达河州边界的草根运动 主张第一阶段将把四分之三的俄勒冈州并入爱达河州 该计划最终也将囊括北加州和华盛顿州东南部的部分地区 移动边界草根运动网站显示 南部边界将包含加州的沙斯塔县 特哈马县和拉森县等六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以及俄勒冈州南海岸地区 支持者表示 俄勒冈州的农村选民 宁愿加入保守的爱达河州 也不想被左派盛行的波特兰所代表 邻近的北加州和华盛顿州东南部 也希望减少政府监管 脱离民主党大城市的自由主义影响 据美联社报道 移动边界运动代表 已于本月12日在爱达河州立法机构会议 概述了此项计划引起立法者的关注 资料指出 第一阶段合并俄勒冈的计划 必须经爱达河与俄勒冈的立法机关批准 以及美国国会的最终表决才可顺利进展下一阶段 去年11月 俄勒冈州有两个县选择加入爱达河 有两个县反对 预计还有五个县将在今年5月投票表决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近期 美国铁路计划将利用拜登政府 对铁路基础设施领域的拨款 修建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新高铁线 然而民间却并不看好这条线路 来看报道 近期 美国铁路表示 计划修建从洛杉矶 至拉斯维加斯的新高铁线 新闻稿中称 修建资金将来自拜登政府 于3月底推出的美国就业计划中 分配给铁路运输的800亿美元 另外 有报道指出 该项资金也可能会提供给 总公司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私人企业 光明线铁路公司 帮助其修建这条铁路 事实上 近20多年来 对于修建从南加 通往拉斯维加斯高铁的呼声不断 但修建计划 极度因资金问题面临停摆 尽管开发商认为 通往两地的高铁建设 将减缓交通拥堵问题 但仍有民众与业内人士 保持怀疑态度 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奥托尔指出 目前有4家巴士公司 和8家不同的航空公司 都提供来往两地的服务 航行时间从70多分钟 到5个多小时不等 票价最低仅需20多美元 因此 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下 奥托尔并不看好 这条尚未修建的铁路线 此外 该路线不仅涉及路权问题 若高铁将沿着15号高速公路的分隔岛运行 日后可能将面临公路 无法再拖宽的问题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莫山基报道 再来关注 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 目前爆出近50年来最大的舞弊案 部分学员在一年级微积分考试当中作弊 8名学员因此被开除 51名学员留级一年 另外有两人需要重复学业半年 据悉 这次作弊发生在美国西点军校远程学习期间 因中共病毒影响 学员采用在线考试方式 西点教官最初对73名学生提出指控 包括72名一年级学生和一名二年级学生 最终证实61人有罪 其中有52人是运动员 大多数是足球运动员 不准留在西点军校的作弊学员 在校期间处于缓行状态 也就是表现不好仍可能被开除 再来看到 香港凤凰卫视高层地震又有了后续进展 凤凰卫视的创始人大股东刘长乐 在4月16号、17号两天 几乎将自己所持有的凤凰卫视股份全部出售 据凤凰卫视新闻稿称 刘长乐将自己18.94亿股 大约37.93%的凤凰卫视股份出售 其中中共今年2月在香港组建的国有公司 紫荆文化收购了10.49亿股 占比约21% 有已故澳门赌王何鸿燊创立的香港新德集团 收购了8.45亿股 占比为16.93% 据悉 刘长乐曾为前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站台已埋下祸根 此次被迫淡出 被认为是习近平正逐步 全面掌控香港媒体的一步 再来关注 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美国情报界都把中共认定为 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 前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周一在美国智库论坛上 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来看记者金时的报道 美国前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周一做客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 重申共产中国是目前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 去年12月时任川普政府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首次将中共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 上周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办公室 发布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继续将中共列为美国威胁的首位 反映了两任政府的共识 拉特·克里夫指出 中共的威胁来自于经济军事技术三大层面 其中技术层面最令他担忧 拉特·克里夫还着重强调 在太空领域 中共和俄罗斯试图干扰美国的通讯系统 为此他在任时 把新成立的美国太空军 接受为美国情报体系的第18名成员 帮助情报界了解和分析太空威胁 在论坛上 拉特·克里夫也谈到 俄国、朝鲜、伊朗等国对美国的威胁 阿特·克里夫表示 欧洲国家似乎试图在中美两国间寻找平衡 不得罪任何一方 但这样做对自身无异 欧洲必须和美国联合 共同对抗中共 拉特·克里夫曾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明白 全世界正在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选择 如何应对中共对世界自由的威胁 将定义整个一个世代 好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主播 欢迎回来 上周六 4月17号 卢山基部分华人来到加州 莫哈维沙漠 举行声援香港的活动 他们盼望香港能够摆脱中共的干预 重获人权和自由 来自洛杉矶的部分华人 于上周六 在莫哈维沙漠举办活动声援香港 当天 民意人士邓宁表示 香港局势的恶化令人痛心 我了解了香港发生的很多事实 而不是听信中共的那一套谎言 我知道香港在以前帮助了很多大陆人 它相当于也是一个大陆人的一个港湾 像以前大陆有饥荒呀 或者说生活不下去的时候 他们首先会想着往香港逃亡 但是现在连香港人自己也要往海外逃亡了 从小在香港长大的香港移民梁先生表示 当前香港面临中共的打压 让他难以接受 从小在香港长大 那我生长的环境其实就是拥有自由 我们的权利就是集会啊游行啊 但是他现在中国这样去干预香港的话 把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自由民主全部都剥夺了的话 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能接受的事情 他还强调只要在美国一天就会坚定支持香港 直到香港恢复人权自由 他也绝不会屈服 原大陆官员春生君表示 现在的香港已经不同于以往 他认为香港正在逐渐没落 就像1949年以后的上海一样 共产党一旦控制一个地方 逐渐逐渐的就是这个城市就没落了 以前我很喜欢去香港 去过很多次 但我现在也许我不太愿意去香港 因为我感觉那不是我心目中的香港 新唐人记者杨阳 徐秀慧 洛杉矶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